修剪长寿花枝条别扔 插土里就能活 一盆啊扁多盆 长春花呢又叫做天天开 它是一种一年四季 只要说是温度合适呢 它呢就能够正常生长 四季开花不间断的植物 那么如果说我们平时给它修剪的话 那么剪下来的这些枝条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扔掉 我们把这个枝条底部的叶片给它去掉 然后把这个花端呢再去给它去掉 我们呢用来扦插 这个枝条的长度保留 五到十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呢把这个枝条呢 去给它泡在生根水中浸泡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浸泡的作用呢 就是能够让它吸收一些生根液的成分 促进它的这个生长 然后呢我们找来和沙 和沙呢透气性排水性保温保湿性 都是非常好的 用来扦插呀 这个生根非常快 没有和沙的话也可以用这个 制石扦插都是可以的 把这个枝条呢插入和沙中 放到一个通风好 散射光照的地方去 等到盆土干了的话 就及时的去给它浇透水 一般呢这个十天左右的时间呢 就能够长出根系 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个和沙中移栽出来 然后给它更换一下土壤 移栽到疏松透气的土壤中就可以了 把它搬到阳光最充足的地方 那么生长呀就非常的旺盛了 喜欢的花友呢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